面对的是今天过生日的中国队的门将王大雷 卡扎奇 助跑 打球 漂亮 王大雷把点球扑了出来 这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 生日快乐 这是王大雷的风神之战 也是国族打破魔咒的一战 最近逆天扑就改变了国族的局势 也让沙特真正感受到了绝望 2015年亚洲联亚洲杯 国族被分到了死亡之族 沙特 朝鲜 乌兹别克斯坦 国族想小组出现 难度可谓极大 抽战面的沙特 国族已经连续18年未曾战胜过对手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沙特赢兵 可拼命着只没人看好的挨兵 却硬生生地打破了那该死的魔咒 大战一打响 国族就提出了血型 拼抢 硬刚 一路狂奔 那一往无前的气势 让沙特都难以招架 就差一点点 国族到底还是欠缺了些运气 整个上半场 国族都在全力压制 沙特被完全打梦 下半场一边再战 老辣的沙特队终于重新找回了状态 无垒的随意丢球 让沙特打出了反击 哈扎兹带球狂奔 一路杀入禁区 中队二号人行往回追 漂亮 好 这个球裁判给了点球 点球 主裁判毫不犹豫立即吹罚了点球 9号 哈扎兹 这个曾经攻破过国族大门的 沙特打将亲自战赏了点球点 对沙特而言 这一球如若打尽 对国族来说是灾难题 哈扎棋 助跑 打球 漂亮 王大雷 王大雷把点球扑了出来 逆天扑点 一战风神 王大雷奋力地挥拳怒吼 向全天下展示国族的血行 幸运女神给了沙特次机会 但沙特却不中用 而最终胜利女神还是站到了国族这边 女海 直接打门了 漂亮 球进了 一比零 于海的大力射门击中了人强 一球发生折射 沙特门将根本反应不及 80分钟 比分领先 国族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球队上下气势如同 而落后一球的沙特队则在最后的时间里 展开了疯狂的反扑 但比赛踢到这儿 已经为时已晚 这场看似悬殊的对决人 谁都不会想到 笑到最后的 竟是国族 比赛结束了 中阵赢了 国族赢了 击败了昔日宿敌 打破18年不胜沙特的梦魇魔咒 尽管只是一球小胜 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相较于比分 那份勇敢 不屈 无拘一切的血性 才是作为球迷 我们最想要看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